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门前有狗 一天,楚王召见陈真 陈真到来之后,看到楚王闷闷不乐 问道,大王为何是烦恼 楚王满腹心事地说 国家兴旺要靠人才 我深知此理,也非常敬重那些有头脑有学识的贤大人士 可是,却苦于总不能如愿以偿 陈真道,此话怎讲 楚王说,我一贯表示要后代读书人 希望他们能投奔到我这里,发挥他们的才能 可至今却不见有人前来,不知何故 陈真道,大王可愿意听我讲一件小事 或许会从中悟出些道理来 楚王应允道,快快讲来 陈真说,我从前在燕国的时候 住在一个小镇子附近 镇里有两家店铺 两家店铺相距并不很远 东边一家店铺货物齐全,买卖也大 可是,上门买东西的人却寥寥无几 西边的那家店铺虽然货不全 门面也很小,却常常是顾客迎门 楚王不解的问,那是何故呢? 陈真道,只因为东边那家养着一只很凶的狗 这只狗一天到晚在门前转,吐着长长的舌头 看到有人往店铺来,就呲牙瞪眼,摆住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这样,还有谁有胆量去买东西,连走路都恨不得绕着走 楚王听完陈真的讲述,摇摇头,说 竟有这样的店主,如此纵容看门狗 这样怎么能做好生意呢?真是个愚蠢的家伙 陈真却说,大王有所不知 大凡狗在主人面前都是驯服的,温顺的 所以,主人不知道自己不在场时,狗会是什么样子 楚王又问 那么,这件事与我说的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陈真一语道破 有时之事,不通过大王的进程,难道能见到大王吗?